衛生紙之亂 通貨沒省到,反而大失血 最新流行問候宇宙是 你衛生紙買了沒? 台灣折迫衛生紙之亂 實體賣場被搬空 網購平台大缺貨 只因為國內衛生紙供應商 確定3月調漲衛生紙價格 漲幅從8%到30% 搶購同貨熱潮在社群平台迅速擴散 不少照片和P圖讓人傻眼 在苦笑的背後 真的有買越多省越多嗎? 有網友分析 這再次反映出台灣人的通病 台灣人很會算成本 但都只算帳目上的成本 台灣人會搶便宜 但是花一小時數百元的時間成本 和油錢去搶衛生紙 更有網友一針見血指引大家 該搶的不是衛生紙 是這個 硬是藥學共同創辦人林伯榮認為 消費者該買的反而是 可節省衛生紙用樣 至少三倍以上的免治馬桶座 後刊凍新聞 萬物起漲薪水不漲啊 報導